現在收聽的是古代第356集 今天古代一樣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對於盤設的一些看法 現在時間是2022年9月25號星期日的晚上6點 其實大家應該都在吃晚餐了 古代為什麼今天這麼晚錄影的原因是因為古代把電腦跟XQ重裝 古代之前設定了一些頁面還有寫的一些程式碼跟腳本的部分 重新匯入的時候都有一些錯誤有一些問題 所以古代弄了一整個下午後來想說沒什麼時間了 因為大家應該都蠻擔心明天 大家應該有看到那個台子旗的夜盤已經破了萬四 所以古代後來想說那算了古代自己有時間在弄 所以古代呢剛剛就是快速的兜了一個設定的一個頁面 就如同大家現在畫面上所看到的 那資訊沒有以前豐富沒有錯啦 那古代之後再慢慢設定 那基本上不影響古代對於這個盤視的一些看法 其實如果上禮拜的影片你如果有看的話 其實夜盤破底你也不會太緊張啦 因為假跌破本來就沒有成立 本來就沒有成立 所以呢基本上在沒有成立之前 你沒有做多沒有手很癢去搶的話 基本上下禮拜我們就是等他破 那一樣接下來要怎麼看呢 古代等一下會簡短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對於這個盤視的一些看法跟潛見 那大家就參考就好了 古代也不一定對啦 市場永遠是對的 市場永遠是老師 那一樣在古代分享之前呢 歡迎請新朋友呢幫古代在YouTube登錄之後呢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訂閱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古代一戰本身不一定你跟我也沒有任何的對價關係 本影片內容僅供參考 此為古代每天自己盤後關盤練習的Vlog 請問以此作為實單交易的依據 影片中的數據皆為公開的事實資訊為 既有技術分析之理論且亦非為盤中即時資訊 此為提供定什麼理念的使用圖 不具有任何投資決策建議 交易本身一定有賺有賠 投資前請務必獨立思考神聖評估並致付盈虧及交易風險 好我們先來簡單的復盤一下啦 然後 古代有發覺今天聲音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出不太出來 而且悶悶的沙沙的這樣子 那這三天確實古代講了很久的話 古代幫這個9月24號的學院們 上課整整講了 這樣錄影片應該有快12個小時 所以古代今天聲音有點沙啦 不太舒服 那大家就請多包涵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古代上一集 跟大家提醒的重點 這整集的重點其實古代一直在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假跌破的訊號出現 站穩你才可以慢慢的看多 在沒有站穩之前 基本上拉高就是空 那古代在這一集如果大家有仔細看完的話 基本上古代也有教你我自己怎麼樣判斷的 日盤的TUMD大家還記得嗎 古代用這個東西直接跟你講 而且古代的TUMD 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那anyway 因為每一個人的操作方式跟策略不太一樣 那古代就是幹嘛 我就是自己看我的TUMD 那我自己的解讀就是這樣 那古代呢也有在這一集直接很斬釘截鐵的跟大家講 為什麼325到295這個區間這麼樣重要 古代在這一集我已經教你怎麼看了 325到295是什麼意思 325到295是什麼意思 325是TUMD 那295也是TUMD加州首 那295同時又是台子旗10月份的前波低點 你會發覺很屌的一件事情 從日盤的TUMD加全日盤的TUMD 再到台子旗日線的K棒型態 你會發覺基本上325到295 這邊是非常強力的銅牆鐵壁 古代呢在什麼時候 我在這一天 也就是禮拜幾 禮拜四的晚上夜盤 我就貼文了 我就跟你講 今天晚上麻煩大家開始慢慢留意 假鐵破是不是成立 那什麼時候叫做成立 成立的條件是什麼 325到295 你只要站過 衝過 回踩 踩穩 沒有破 就算成立 那這邊為什麼是銅牆鐵壁 從日盤的TUMD加全日盤的TUMD 加台子旗日線K棒的高低點 有沒有 這邊 這邊 基本上 從一個多頭的角度而言 你多頭 站 站上 衝過去325 我就可以當你是 假跌波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舞台的點位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不看 那 勝率如何 你自己的操作勝率如何 大家去看一下 9月23號 最高點多少 324 請問一下325有碰嗎 請問一下325有碰嗎 假跌破要成立 325你要給我站回去嗎 你要給我衝過去嗎 沒有衝過去 再破295 古台有沒有跟你講 這邊是很強力的銅牆鐵壁 也就是你多頭只要衝過325 回踩支撐295不破 我就當你算是假跌破成立 可是重點 他有衝過325嗎 他有衝過去嗎 沒有啊 古台的DVMD大家可以不要信 可以不要參考 也沒關係 你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操作邏輯跟方法 那 古台 只是提供自己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還有參考 那你原則上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覺得點位 不重要 或者是 你覺得 欸 古台你325站上才要買多 對不對 我買200多 我比你買的更低啊 我買180 150 我比你買個更低啊 我比你買的便宜啊 好啊你去買啊 Who care 古台有跟他講啊 古台從來不買便宜的啦 對不對 便宜 便宜一定是好貨嗎 對不對 你去外面買東西便宜的一定是好貨嗎 對不對 便宜一定是好貨嗎 然後那些賣很貴的很貴的 就一定很好嗎 對不對 或者是那價錢你看起來 不貴也不便宜的 就一定是幹嘛 中庸嗎 古台有跟大家講啊 基本上 對於古台來講 我不用跟你買最低啦 我也不能跟你賣最高啦 對於古台來講 我買完衝出去就好了 我不希望停損 這兩個字 在我的字典裡面 所以咧 我轉牆我才會買 對不對 那 拉回找買點 還有你們所謂的 便宜你就買 你往往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覺得便宜 它會更便宜 天天都便宜 325 295 是假跌破成立的條件 問題它有站上嗎 沒有 325連碰都沒碰 阿有的人會說 阿古台只差一點耶 只差一點耶 有差嗎 阿你試試看嘛 有沒有差啦 有沒有差啦 324碰到就打下來 再破295 請問一下 禮拜五的日線開盤 最高點多少 229 連295都碰都碰不到了 阻力就告訴你答案了 阻力就告訴你答案了 這裡假跌破成立嗎 完全沒有阿 那昨天你有來上課的同學 基本上古台已經整個來龍去脈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盤中9點多10點多 你就可以確定今天假跌破沒有旺了 那如果大家如果大家把這一集影片看完的話 你把這一部影片看完的話 古台的標題就直接跟你講 假跌破訊號出現站穩 你才能慢慢的看多 那假跌破的條件是什麼 假跌破的條件是什麼 你至少295跟325給我站回去嘛 你站回去衝過去再回踩295不破 我就可以當你是假跌破成立 問題他有衝過去嗎 沒有嘛 好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啊夜盤沒有衝過去 隔天衝過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啊重點是 你等他衝過去再買阿 對不對 你那麼急幹嘛 好 那這一部影片呢 古台也跟你講 在還有一個觀察的重點是誰 台積電 我有沒有跟你講台積電 我跟你講台積電 只要不破前一天的低點 開低會走高 而且禮拜五又是 要收周限的時間 有機會去拉一個周手 結果咧 其實早上9點一開盤 台積電就告訴你答案了 今天標準準的出貨盤 也就表示今天假跌破沒有我忘了 大家去看一下2330的台積電 今天開版看多少 古台 在355級跟你講 一批355級 我有跟你講 我有沒有跟你說 台積電 這邊很技術性的 剛好差0.5 這個缺口他不想補 對不對 你既然要急拉 如果前一天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 台積電 台積電他這個是用急拉去衝的 你看 他的五分可以故意用這兩根 拉上去 要補這個缺口 可是 在補之前 有人硬幹把他幹下來 就差0.5 缺口就補掉了 結果他沒有補 古台有沒有跟你講 隔天 你絕對 絕對 假設隔天的台積電 低點沒有破 那很容易幹嘛 很容易幹嘛 拉尾盤 就算尾盤只差一點點 他應該是有機會去拉尾盤 然後咧 剛好搭配左手 拉上去 這是古台跟你講的嗎 前一天的低點多少 459 459 看好囉 459 你知道他 他禮拜五開盤該多少 458.5 他開盤直接破低 那你覺得假跌破還成立嗎 你覺得假跌破還成立嗎 你會不會想太多啊 大家懂我意思嗎 麻煩大家 古台有跟大家講 開盤價主力會告訴你答案 古台從什麼時候跟你講 我看空 古台從什麼時候跟你講 我看空 從什麼時候跟你講 如果大家有在follow 古台的這個社群分頁 我都有貼我的單 我從禮拜一禮拜二 我就跟你講 我看空 我看空 就連禮拜三 我也一直在跟你講 空單你就是給他報到結算 古台還壓了200口 空單 我也壓給你看了 對不對 我就說嘛 這裡不管他升幾碼 升碼 市場符合市場預期 正因為符合市場預期 如果我是主力 我也會下去掃單 對不對 那掃單 他一定要有什麼 要假跌破 你一定要有個跌破 對不對 你要假跌破 你一定要有個跌破 所以呢 上個禮拜 古台整整一個禮拜全壓空單 這就是行情規劃的重要性 行情規劃的重要性 好 那跌破 古台是希望他假跌破嘛 那跌破 真跌破跟假跌破 都是事後論嘛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他是會不會真跌破 會不會假跌破 那假跌破的成立條件是什麼 325到295 你給他佔回去 我就視為你假跌破 沒有佔回去之前 那就是真跌破 這樣聽得懂沒 所以呢 基本上 基本上 古台我也有跟大家講 我如果要進去抄底 我一定是買325以上 你不用跟我講太多 你說 阿古台你幹嘛硬要買那個325的 對不對 你200塊 台子騎200點你不買 180你不買 150你不買 對不對 然後咧 現在破底了 要不要買 13911 13911 要不要買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啦 那 昨天 昨天你有來上課學院 其實在盤中 你光看到加選指數的報價 再看到貴買指數的現行 還有報價 古台昨天在整個盤中第一時間 你從台 開盤從台積電 開盤直接破低 你還奢望有假跌破成立嗎 古台觀察重點 前一部影片是不是有跟你講 這部影片我也沒有跟你講 對不對 325到295嘛 這裡當觀察嘛 他夜盤最高點來到324 好 我們可能不確定明天 會不會再衝一次325嘛 對不對 所以古台還跟你講一個觀察動解 台積電 你隔天不要破低 你沒有破低 台積電有機會拉尾盤 助攻大盤假跌破 他開盤直接破低 那主力不就告訴你答案了嗎 主力不就告訴你答案了嗎 你開盤後 9點多10點多 好啦讓你再奢望一下等等看 台積電破開了沒 他破開了 開盤在458 他也破開了嘛 你就算台積電稍微破一個低點小拉 你可能覺得 阿今天開低走高 開低走高 然後呢 然後勒 他後來破低點了 破低點了嘛 那古台也有跟大家講 貴買 貴買 大家去看一下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前一天的日線 古台有沒有跟大家講 欸收得不錯喔 假跌破 看起來有望 可是不要忘記阿 加權指數 沒有假跌破 台子棋也沒有假跌破 古台有跟大家講阿 假跌破 你要做可以 麻煩大家三個一起看 加權貴買台子棋 三個全部假跌破 你要我做多 我就給你all in做多 對不對 問題咧 問題咧 只有貴買一個人獨稱嘛 加權沒有假跌破阿 台子棋也沒有假跌破阿 那你只有貴買假跌破 好 只有貴買假跌破阿 然後呢 你如果隔天要續牆 你不確定會不會 幹嘛 會不會真的 喔 只是開盤開低 然後後來拉上來 大家去看一下他什麼時候破開盤了 開盤在哪裡 開盤在這裡 幾點幾分破開 9點半就破開盤了 你今天前一天日線 貴買指數假跌破的 下影紅K 隔天9點半就破開盤了 前一天收盤收哪 前一天收盤收這 9點半有沒有破了前一天的收盤 外加台積電開盤 直接開破前一天的低點 加權指數什麼時候破開的 什麼時候破開 他到10點 10點多 到10點多才破 那一樣嘛 我們前一天規劃的那麼多 前一天規劃的那麼多 有哪一項條件到底有符合假跌破的成立條件 沒有阿 你連台指提隔天最高點229 請問一下有碰到295嗎 那你幹嘛買 假鐵部還沒成立阿 幹嘛手劍去買 現在夜盤破題咧 下禮拜直接破題 那怎麼辦 很多危險 很多時候你是可以躲過危險的 那古泰在前面這一部影片 我也直接跟大家講 你325跟295你給我站回去再說 沒有站回去之前 古泰有跟大家講喔 升息 廢的公佈要升級碼 到下 大概到10月中這邊幾乎啦 就是空窗期了 你如果假跌破成立 這邊多頭有機會走多兩個禮拜的趨勢盤 可是你如果假跌破沒有成立 代表現在空方表泰會跌兩個禮拜喔 這部影片我已經跟你講完了 所以你要做多一樣嘛 不用買低啦 不用買低啦 最低點不可能是你買的啦 也不可能是古泰買的啦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對於古泰來講 你給我站回去 古泰買貴一點 350買400我都爽啦 我就是不會跟你買2X多 1X多 13多啦不可能 因為你假跌破就沒有成立嘛 沒有成立就是空方表泰嘛 他就是真跌破 他就是真跌破 對不對 你看 古泰講假跌破的訊號 禮拜五完全力念 一個都沒有看到 第一個 我們直接來分析嘛 我們今天前一天的規劃 是希望他來個假跌破嘛 那假跌破的成立條件 台子旗鼓在說什麼 295到325嘛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看台積電 台積電 你不要給我破前一天的低點嘛 結果咧 結果咧 你知道隔天發生什麼事 禮拜五一開盤 第一個條件都不合 不符合了 台積電開盤直接破低 這是第一個條件嘛 第二個 第二個 台子旗最高點 也只來到229 請問一下他有來到295跟325嗎 也沒有 好 第三點 第三點 OTC 第三點OTC 前一天確實啊 他是拉紅下影線的假跌破 沒有錯 單跟假跌破 結果他9點半直接跟你破開盤 9點半直接破開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今天幹嘛 而且今天又出量 昨天 昨天有來上課的同學 你們可以看一下 古泰昨天盤中10點結的那個圖 你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當天出量 出量又破開 代表什麼意思 成交量出量又破開盤 啊主力不是擺明的就是要到貨出貨嘛 前一天就是拉假的嘛 所以勒 你綜合以上前一天 古泰跟大家分享的盤中要注意哪些訊號 完完全全沒有一個訊號符合假跌破 完全都沒有嘛 你就算手腳再慢 就算手腳再慢 你看來看去 古泰講的假跌破訊號沒有任何一個成立 就算手腳再慢 加拳破開 10點破開 你就要浪槓快算了啦 你就要趕快走人了啦 你不會等到現在夜盤抬自己破底 破萬事你現在來緊張 怎麼辦 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古泰在前一部影片 或者是一個禮拜就錄三天 這三天裡面我會跟大家分享 盤中你自己要去觀察哪些東西 古泰會觀察的東西我就跟你講 點位也很清楚了 現在免費版都有 325他就是不過嘛 就來個給你324 那古泰也跟你講 台積電這邊 大家故意留一個0.5的缺口 他就是不補 你隔天 不要給我破底 就有機會去補嘛 結果他開盤就直接宣告幹嘛 沒有假跌破這件事 他開盤直接預告 不會假跌破了 對不對 啊你說現在怎麼辦 大家懂意思嗎 喔 那原則上啊 古泰今天不太需要看其他的啦 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這個 國際股市啊 你看日盤 道雄破底了餒 對不對 道雄破底了 道雄基本上破底了 那原則上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你看看 你看這個廢半 廢半也是一樣 廢半也是破底 原則上台股下禮拜 也明天大概都破了啦 只是這裡的破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 這是啥 納斯達克 低點 732 732565 納斯達克明天應該也有機會破啦 那其他不用看了 好不好其他 古泰暫時性又不看了 古泰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 明天 如果 我先講喔 因為他現在收 夜盤收13987 那 如果大家有在看一些節目的話 或幹嘛之類的 是有聽說啦 這最後 這最後 最後這個 美股的拉尾盤 是因為有部分的一些 看空齊全 回補等等之類的 那 反正anyway 我們不管 大家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明天 明天 先看一下盤前的小納跟小道 如果也繼續跌一兩百點 那基本上 你不用太奢望 明天會開地走高 好不好 不用太奢望 明天會開地走高 好 那這裡的開盤 我先跟大家講 夜盤的收盤 夜盤的收盤 收在987 這個 坦白講啦 你看 一個911 一個987 這個 基本上蠻諷刺的 蠻諷刺的 好 那我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下禮拜 不用太急 應該 有 機會 應該 有機會 不知道哪一天啊 應該 有機會 來個 恐慌 那如果有機會 來個恐慌的話 也就表示下禮拜 很有機會 隨時中錯一根 可能就那麼一根啦 可能就那 可能就那麼一根 那 你說這邊要不要去搶 我是不會在這邊搶 我是不會在這邊搶 而且 古泰給大家看一個事情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古泰搜尋 這個金管位 那原則上 這個四天前 省勝觀察 警釘外資動向 那 這個金管位 古騎士會議 延你至9月30號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啦 你要奢望這些 出手 吐你 救你 一定會有一個哥的動作啦 好不好 現在哥 持續進行中 你沒有看到收之前 沒有看到假跌破之前 你不要輕易的進場 我先跟大家提醒 你看9月30號 下禮拜我可不可以連跌5天 可以喔 下禮拜是屬於加速下跌的盤喔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全球股市現在破底 很有機會 因為快速 因為前陣子已經盤太多了 而且這一陣子喔 這個累積的這一段籌碼 基本上我跟你講 全套了 全套了 所以下禮拜如果破底的時候 隨時很有機會來一根中場黑喔 我先跟大家講 美股也是一樣 美股你說會不會來個千點再現 是有可能的 那你說這邊會戶 不用想太多啦 人家就跟你講說 9月30號才要開會了 這樣聽到懂沒 人家就跟你講了 9月30號才開會 那你可能 可能 可能 就殺到9月30號 可能就殺到9月30號 然後開完會 然後可能 給你搞個夜盤 再發個新聞稿之類 欸 anyway啦 所以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反正古代已經跟你講在前面 上個禮拜我就一路喊空 我就一路看空 我實單交易我也交易給你看 那假跌破 什麼條件才算假跌破成立 我也告訴你了 禮拜五的早盤 台積電開第一槍 他直接破底 那就宣告沒有假跌破這件事情 第二點 9295 台子旗295 連摸都沒摸到 最高點才到229 那你哪來的假跌破啊 哪來的假跌破你跟我講 對不對 好 貴買有假跌破沒有錯啊 人家9點半就宣告 宣告破開了 而且 他是代量欸 你們去看一下9點半 估計量多少 人家9點半 估計量就比昨天大很多了 阿破開 古太說開盤誰決定 主力決定 阿9點半就破開了 阿你覺得主力在做多還是要做空啊 阿不就是講完了嗎 這個昨天你有來上課了 應該很清楚很懂 現在 之後 大家應該都可以很清楚的判斷 盤中 你不論在做旗子或選擇權 或是在做股票 昨天那一堂課 古太已經把所有的精髓都講完了 所以 你最慢 其實昨天 你就算前一天 禮拜四夜盤 你有期待 你買在100多 夜盤 下跌的時候 你買在100多 或者是200多 你可能覺得隔天日盤 而且周手可能會拉上去手 有機會 你隔天日盤 看到古太剛剛講的這三四個訊號 沒有一個條件成立 你最晚最晚 9點多 甚至於在加權破開的時候 你就要浪槓 你就要走了 因為完完全全沒有一個訊號跟你講 我要假跌破 主力就直接告訴你答案 我沒有要假跌破 然後呢 然後就GG了 就去了 所以呢 你看 人家也蠻聰明的啦 原本說要開嘛 對不對 現在看到全球股市跌跌不休 他就說那我就延後嘛 對不對 等到你全部殺完 我再來當救世主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呢 麻煩大家記得 現在還是 在進行哥的進行事 還是在進行哥的進行事 我們跟著收就好了 我們跟著收就好了 現在 不用急著進場啦 好不好 不用急著進場 我們就等著跟著收 跟著收就好了 好 那到底到底哪邊可能有機會 是收的動作 哪邊可能有機會是收的動作 好我們直接 現在時間的關係 古泰先直接 講一下 這個 看一下下個禮拜有什麼事情 那原則上 下個禮拜那不用看啦 基本上 現在 幾乎都破底 幾乎都破底 所以下禮拜唯一比較 可能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暫時性的 可能 當一個 那個要怎麼講 反正現在就是下跌進行事 那唯一可能 比較有希望的 maybe就在禮拜四 跟禮拜五 那四五 美國要公佈第二階的GDP 目前預測是-0.6 然後再來PCE 還有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那 你看 人家那個誰 人家經管會也很聰明 我就等你全部公佈完 我再開啊 等你全部跌完 我再來救 所以呢 大家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現階段 現階段 國安防線上次是在這裡 對不對 禮拜五已經破國安防線 對不對 現在美股已經破底了 你不用看啊 不太需要看 這邊 不會是他最後的底線 不會是他最後的底線 所以呢 這個大家稍微特別留意一下 稍微特別留意一下 反正你沒有 現在沒有看到任何 假跌破訊號 你就是不要進去 就是不要進去 好不好 這下禮拜沒什麼好講的 原則上 四五 看有沒有機會 公佈 公佈數據好一點 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原則上 目前大概 古代就是看一路跌啦 下禮拜就是一路跌啦 原則上大概就是一路跌啦 看一下四五 會不會暫時停一下 停完之後 然後 再看要不要 有沒有一個反彈的動作 不然 下禮拜原則上 我個人是覺得 是加速下跌的一週 好不好 下禮拜應該是有機會 加速下跌一週 如果沒有加速下跌 你必須明天 記得喔 我再講一次喔 明 他禮拜五剛破底 禮拜五剛破底 理論上 理論上 你要談明天就要談了 你不能搞 搞說 喔 我明天 反正 一句話啦 反正 下禮拜 古代是看 加速下跌啦 大概就是一路跌啦 大概就是一路跌啦 可是呢 有沒有機會做一個 坦的動作 要坦明天就要坦 因為你明天不坦 沒有這個機會了 我先跟大家講喔 明天的盤潛看一下 小娜跟小道 要坦明天就要坦了 盤潛就要坦了 好不好 你這裡沒有坦 下禮拜 我是個人覺得 就一路跌啦 一路跌 因為他 這陣子 這一個大頭部 這一段去搶反彈的人 認為這邊 已經是中期反彈的人 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明天決定 全部看出來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喔 如果這些 這些大資金或者是 或者是大戶 原則上 他們比如說 他們買進去的部位 這一段時間 買進去的部位 如果他們認為 這邊是底部 理論上 禮拜五破敵 隔天要趕快談 你隔天沒有談 我先跟大家講 明天沒談 大概下禮拜 就一整週一路跌啦 就一路跌啦 好不好 基本上就是一路跌 除非除非 明天盤潛 你就直接看他 直接彈了一兩百點上去 不然下禮拜 我是個人 沒有那麼樂觀 我是個人沒有那麼樂觀 所以大家 稍微自己留意一下 稍微自己留意一下 那你說這一波跌到哪裡 一樣嘛 法輪換倉在哪 法輪換倉在哪 再講一次 古泰那個 之前設定的那些都不見了 你們回頭去看一下這個 好不好 回頭去看一下古泰上一次講的 因為古泰現在也沒有記啦 古泰之前是設定在XQ啦 古泰要去翻一下我那時候寫的數字 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上一次9月 這個 這個 三天前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現在主力 古泰有跟大家講 去年到今年 你會發覺 一換倉而已 一的快速給你拉開成本 所以呢 在按照你們之前 慢慢來 那種盤喔 基本上 你如果速度 慢了一天 慢了一拍 你就是輸人家好大劫 而且你停損 你也不知道怎麼設 第一時間破 古泰有跟大家講 你就當機器人 你把你自己當機器人 破就是走人就對了 你看 十月份的法輪換倉 加權在哪裡 你們自己去看好不好 這個古泰沒有時間 再一一講 那原則上古泰只記得 那個 台子旗啊 在423啊 14423啊 所以如果 下禮拜 加速下跌的一週 警管會 或國安要來收割 我是個人覺得 十月份 法輪換倉1000點 800到1000點 應該是會到 423-800多少 13623吧 誒說不定下禮拜 應該看得到喔 啊 -1000 -1000是多少 423啊 623 423 看一看好不好 喔 你就算真的首養要接 想要買多單 來到這個附近 法輪換倉滿足點 我們再來看嘛 喔 古泰是說再來看喔 你不要說 喔靠 古泰說800到1000就來啊 喔跟他買了就對了 喔 基本上 一樣嘛 剛剛那句話嘛 你點到了 你要確定他支撐有手嘛 誰說我 我只能疊800 誰說我只能疊1000 我不能疊個2000嘛 可以啊 喔所以呢 你一定要等他疊完 看有沒有拉上來做一個支撐的動作 確定他這個支撐有效 再來買 喔 再來買 喔 一樣嘛 古泰一直在看疊破疊破疊破 我也希望他來個假疊破啊 可是重點是他325沒辦法站回去嘛 台積電開盤就直接給我破滴了 對不對 啊 那 代表什麼 這下面沒有支撐啊 古泰看他假疊破嘛 啊你假疊破要成立是不是325要給我站回去 325站回去 代表這個支撐有效嘛 現在他325連碰都沒碰到 代表什麼 沒有任何支撐嘛 沒有任何支撐下禮拜破疊啊 不就這麼簡單嗎 所以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假設下禮拜 持續下跌的盤 來到 623 你不要急著買 喔 古泰說800 啊你就給他買下去 上一次到800 鎮個兩天是不是就下去了 他直接每一次 有沒有發覺 每一次的法人換倉 幾乎1000點全部達標 有沒有 所以古泰有跟大家講啊 這法人換倉 基本上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你愛信不信隨便 尤其你是做指數的人 你更要懂這個東西 你更要懂這個東西 好不好 好 啊你看 三天錢而已啊 人家三天而已啊 快速拉開成本啊 現在已經跌了500點了 423跌到現在夜盤911啊 人家500點成本拉開了 有沒有發覺很厲害 只要一波 上一次古泰空單進在哪裡 還記得嗎 古泰還記得 8月19號我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我轉空了 8月17號結算 19號我就跟你講我進空單 有沒有發覺 剛剛好是這一波 古泰跟你講的轉折點 8月19號是不是這一天啊 你們還在那邊看說 喔 萬六萬七萬八未來 古泰就進空單了 啊這一波轉折最高點 是不是古泰抓的 我有沒有跟你講 對不對 啊你說是古泰很厲害嗎 也沒有啊 人家8月17號結算 就跟你講我法人換倉嘛 隔兩天就破了 古泰就跟你講 當機器人 把你自己當機器人 破了就是棒康 啊這一路空下來有沒有很爽 對不對 啊道琼轉折是不是也是一樣啊 8月19號 啊是不是這一天啊 古泰是不是跟你講 古泰是不是跟你講 道琼是最後一棒 對不對 啊一樣嘛 你說古泰很厲害嗎 古泰也沒有很厲害啊 啊我就是照法人換槍破 我就是當機器人 給他空下去而已嘛 對不對 啊423什麼時候破的 你看一下台子棋 8月20...欸 台子棋 9月21號結算嘛 9月21號幾家嘛 對不對 隔天都破了 棒康啊 你至少重新站回去再說嘛 你看 他隔天都破了 破了 破了 我們希望他假跌破嘛 結果隔天295連碰都沒碰到 啊就一路空啊 你看喔 人家法人做單的速度很快喔 一換倉隔天立馬跳水 快速拉開成本 你就覺得 你看 你看現在玩的都是速度盤 你差了一天 沒看盤 你差了一天 喔 不去處理他 就是變成這樣 就是變成這樣 你看 17號 9月21嘛 隔天直接灌破 灌破就環聯環破 人家423成本現在已經拉開500點了 你看 人家多厲害 真的蠻厲害的 古泰真的 真的蠻佩服這些法人 喔 好啦 今天真的沒什麼好講 明天 現在大概40分左右 古泰直接講重點 原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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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這個也不用看了啦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這個 戰前監控 好 這個下禮拜原則上 應該會說 有機會說 可是 這裡的說 古泰覺得 古泰覺得 應該是在 反正 古泰覺得 下禮拜大概就一路跌啦 跌到45 看有沒有機會 暫時性的 震一下 暫時性的 休息一下 啊 要談應該也是 10月的事 10月初的事 要談應該也是 10月中的事 欸 10月初的事了 所以大家自己特別小心 好不好 自己特別小心 那再來就是看一下這個 指數的TUMD 這個不用看了好不好 月首下禮拜 基本上是不會來的 不會首 好不好 這邊看啊 月首基本上是不會首 所以呢 原則上 原則上 明天特別留意一下 TD區 994 TD區994 那看一下這個 夜盤948也破了 那現在是收987啦 所以明天看情況 好 那 重點啊 明天特別留意一下 道琼 美股啦 古代直接講美股 美股四大指數 目前 大概剩納斯達克沒破底 其他全破 好重點來了 你剛破底 要談 要隔天就立馬談 要隔天就談 原則上 如果明天 我先跟大家講 明天的盤潛的小納跟小道 如果開盤潛 你看到的時候是跌的 沒有談 或者是平盤附近 爛爛舌 不要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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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明天盤潛 已經談了一兩百點 那 也不用在這邊急著出手 去做空啦 大致上 大致上 明天規劃 就是這樣 明天規劃這樣 古代在講最後一次 明天的盤潛小納跟小道 如果已經先談個一兩百點 明天可能 應該會在萬事附近 有手 表演一下有手 表演一下有手 萬事附近有手 可是明天的盤潛 如果小納跟小道沒有談 沒有談 或者是談幅小於一百點 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下禮拜不要太樂觀 不要太樂觀 因為破底第一天 我可以視為他故意往下掃單 可是不要忘記 要掃單 掃單的條件 跟假跌破的條件 古代有沒有跟你講 要在非常極短線的時間內 重新站回去 你如果沒有重新站回去 我可以視為他是真跌破 那真跌破 這個就會跌不休 跌跌不休 所以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明天的盤潛 看一下小納跟小道 如果有機會 台股一百點 一兩百點之上 那台股大概會表演一下 萬事有手 那如果沒有 比如說他談幅小於一百點 大家不要太樂觀 我有可能開盤 在萬事附近 正一正就直接下去了 是有機會的 因為先跑先贏 先跑先贏 9月30號 金管會他們才要開會 人家已經跟你講說 我9月30號才要開 我就是看各國國際股市 現在跌到哪裡 我什麼時候要救 哪個地方我才要出手 所以目前 哥這個動作 還是持續在進行 目前沒有看到任何收的動作 所以麻煩大家特別留意 沒看到收的動作之前 麻煩大家操作不要急 尤其是做多 尤其是做多 你不要放空 無所謂 可是至少在這個期間 不要做多 自己特別小心一下 那原則上 古代是看 下禮拜應該是 續跌 連環跌 連環跌 應該是有機會來個連環跌 那看45 GTP公布 還有消費者信心值 那個什麼 剛剛這邊 那個 對 密西根的消費者信心 消費者信心 這邊看有沒有機會 暫時性的 止跌震盪 不然原則上下禮拜應該是持續跌 應該就是一路跌 那如果沒有要一路跌 至少明天盤前你就要彈了 你明天盤前你就直接彈 彈個一兩百一點 那才有機會 不然下禮拜 原則上就一路跌 大概就這樣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一下 那 古代是看 10月 10月初 才會彈 應該是這樣 那第一個初步的跌幅滿足 剛剛已經算給大家聽了吧 就在這裡 我就直接用法輪 我們不管任何技術分析 我就直接用法輪寬商跟你講 就是大概來到這兩個價位 這兩個價位來到這邊 確定他支撐遊手 你想要 減一點點便宜的 再來減 人家開倉第二天 就直接給你拉開成本500點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之前兩天 兩天直接1000點 真的 這個速度盤 沒幾個閃路受得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那明天可能會稍微恐慌一下 可是明天如果真的 盤前有彈的話 盤前如果彈100點以上 大家不要急著追空 因為日盤確實 會表演一下萬事有手 如果明天盤前沒彈 盤前如果倒窮續跌 如果倒窮續跌 我跟大家講 你也不用太奢望太低會走高 因為 我就算護你一天 234還是要跌 234還是要跌 所以大家自己特別留意 古太講到這邊 好不好 今天坦白講前面沒什麼重點 重點在 重點就是在明天的盤前 小娜跟小道 彈個100點之上 一兩百點之上 大家不要看太空 他會表演萬事有手 那如果明天直接沒有彈了 那不用看 好不好 你也不要太積極的看多 認為他會開低走高 因為就算你 撐個一天 開低走高 234可能還是續跌的 可能還是續跌的 所以 下禮拜我個人是看跌跌不休 我個人是看跌跌不休 因為 你光第一天破底 第一天破底 第一天破底 你覺得 如果這些 這些手上握有 大型機構或者是 法人他們的部位 你覺得他會忍受這樣 讓他一直破底嗎 要談明天都談了 明天就談 表示 幹嘛 有些法人他要自救 所以咧 要談明天都談 而且大家會認為說 這邊技術性確實有稱喔 說不定是假跌破 所以咧 這時候賣壓就不會那麼大 可是呢 你明天如果連談都沒有談 你以為這些 幹嘛 這些人買進去 這一段時間買進去的人 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先賣再說 先賣先贏 所以下禮拜 古泰覺得 別別不休 好不好 那古泰的看法不一定對啦 說不定古泰看錯 說不定古泰看錯 那一樣 TUMD 現在都是免費 大家盤中你就可以自己再參考 那昨天 9月24號 古泰今年下半年講的兩堂課 兩堂課的內容 盤中要怎麼搭配去觀察 還有觀察哪些東西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開低走高 什麼時候開低走低 這些 古泰在昨天其實已經都跟大家分享完畢了 大家把它納進去做參考 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 下半週再來 下半週再來看都來得及啦 好不好 下半週 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多的投資朋友 下半週到這個10月初 再回來看就好了 呵呵呵 這個禮拜你如果真的沒有這個心的話 覺得就一路跌 心情很痠 你乾脆就是不要看盤了 那個下半週或者是10月初再來看就好 因為下禮拜我個人覺得會是 嘖 跌跌不休的盤 唯一要破解 明天盤前至少彈個一兩百點上去 明天盤前只要有彈 彈個一兩百點上去 賣壓就比較不會那麼重 不然下禮拜我覺得還是跌跌不休的盤 OK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